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王先生62岁来自江苏退休 女嘉宾尹宇是59岁来自江苏退休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啊 来我们这儿的人诉求千奇百怪啊 已婚夫妻大概最多的一个就是 离婚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说 我今天来的诉求是分居 您是要求分居是吧 对 我是想跟他先私的就是分居一下子看看 他要说是离婚也可以 所以这个分居只是退而求其次的一个要求 不同意分居 不同意 更不同意离婚 那是必须的 37年的感情还有啊 那有为什么还久后跟人动手呢 那是很早以前的事 但是呢他记忆犹新 就动过一次吗 对 他把我的眼睛都打青了 哦 多少年以前啊 有三十几岁那个时候 哦 那也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对 但是这件事在您心里是个坎儿过不去 永远是个坎儿 永远过不去 对 当初怎么就没跟他离呢 坚定的 因为当初小孩小啊 您的意思是为了孩子 对啊 后来还动过手吗 后来没动过 这不就算改了吗 那不行啊 他现在又开始喝酒了 因为我们两个观点上一直都不狠一致 像在这个教育小孩上面 那儿子小的时候吧 儿子就喜欢打游戏 放了学以后呢 就往游戏室跑 我下了班以后看到儿子不在家 我要到游戏室去找他 后来我就跟他说 他老先生可倒好 也不跟我说一声 也不跟我商量一下子 他买台游戏机回来 放到家里头给儿子玩 你说我们俩那个观点能一致吗 那我不想教他玩的目的 就是怕他影响他学习啊 他买台搁在家里 他说的什么意思啊 甚至你出去去找他去来 给他在家玩吧 放学在家玩 拴住了 这个目的达到了吗 达不到啊 他影响学习啊 影响更严重了 事实上证明 小孩不是也成人了吗 而且还比较优秀 也没当务到哪儿嘛 对吧 他老要记得这个事 儿子你满意吗 儿子现在基本上还算满意 那不就得了吗 但是现在又轮到孙子了 他还是这样子管啊 儿子那会儿 你要觉得都没管好 孙子就别管了 交给儿子他们管 对啊 我也这样想啊 孙子是因为我们带 交给我们带 我们就要负责任啊 孙子要什么他给什么 像家里的摆设品 像这个玻璃器具 什么东西 他要玩 他也拿下来给他玩 我说那一下掉下来 把孙子哪个店划破了 你这个不是责任吗 他说我看着 不会的 他家里就这么大的地方 面对面地看着 他那坏事坏到哪儿呢 那是没划着 没搞破 基本上是带孙子 以我为主 有一次我在外头 在楼下带孙子 带小花园 他下去了 下去正好到了烧饭时间 我就跟他说 我说那要不然把孙子交给你 我回家烧饭 他说好 我到家饭还没烧呢 他把孙子抱回来 唧哩哗哩哭回来了 把孙子的胳膊给拐骨折了 那是一场意外 他是不会带 他是只剩腻 那现在孙子呢 给过家了以后 儿子跟媳妇也没说什么 后来儿子跟媳妇就是说 想想这个老爸 对这个小孩太惯了 太厉害了 人家就是自己有房子 自己搬出去住了 就不跟我们在一块了 这是个好事 但是像欧洲 想看孙子都困难了 他有失落感 困难是 他们把门锁起来 不让您看 是的 那住在一块 天天看不好吗 那不是对孩子不好吗 那就是因为他的原因 他也不是那么厉害 我们住在一块 天下哪有不胳膊亲的呢 那亲也不能像他那样的亲的 那媳妇就 都这么亲 我们家媳妇就打个比方给他听 他说老爸 你去把他那样 当成是毒药 你也给他吗 他都这样的打比方给他听的 他还是那样的厉害 那毕竟他不是毒药 心里不服气是吧 是啊 孙子走了以后 你想不想 我还好 他还好呢 他就嘴上硬 他鸭子死了 嘴都是硬的 你的意思是 他比您还小 他还小 他有时候他跟我说 我们去看看孙子吧 我有时候我自己去 我不带他去 为啥 叫他溺爱嘛 他太溺爱了 不是就是因为他太溺爱了 所以您觉得 如果他不溺爱孙子的话 孙子现在还在你们身边 是啊 就是因为他的责任 他们才搬走的 行 从儿子到孙子 在教育上面 他都不好 就是有分歧 有分歧 还有什么有分歧 他也跟现在儿子 他们搬走的以后 我们两个人住了 时间又多了 他搞业务 外头那些狐鹏狗肉又多 又出去开始应酬喝酒 一喝就喝多 等于现在开始喝烂酒了 是吧 对 他则一喝就多 一喝就多 回来就跟你两个 我没喝你就说我多 经常有人打电话 我说晚点回去 你又喝酒了吧 我说没有 真有事 他说我听你生意 就想喝酒了 其实他是想象的 什么叫想象 他喝酒没喝酒 喝多没喝多 他一说话我就知道 这个我相信 三十多年 这点还拿不住你 你也就别骗我 那个远程电话里面 能闻到酒味啊 他说我喝酒了 那说话的声音 就能听出来 他是炸我 你喝酒了 什么炸你啊 其实我真没喝酒 行 担心他喝酒 是担心他再动手 不理智 还是担心他身体 因为他就是说 检查身体 他血糖高 血脂高 就医生就说了 你这个烟跟酒 都要戒不能喝了 那本身 我就不愿意让他喝酒 但是现在他身体 又不允许他喝酒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这个烟酒 一定要戒 他就使活不肯戒 并不是你不抽烟不喝酒的人 就能喝一百岁 你看我们都是六十多 从二十几岁 他就反对我抽烟喝酒 我说搞业 我没办法 你现在不是退休了吗 现在退休了 那一下子戒不掉 但你现在一天 多大的烟量啊 一天 香烟倒不多啊 一饱以内啊 也不少 他跟我说一饱以内 实际上是不止 酒呢 酒啊 酒有时喝有时不喝 是逢喝必多吗 也不是 基本上 也不是 不要强调 那逢喝必多 我要那个多的话 我不要死一百回啊 喝醉了这么多年 喝醉了代表就是伤害身体啊 行行行 其实您就比较担心 那身体是这意思吧 那我们现在年龄都大了 你说要正常生个病 我照顾你 这是正常的 你要因为喝酒 喝多了 把身体伤害了 我这么大年龄 我还要去照顾你 那我现在 我腰椎也不好 我还需要人照顾你 到时候怎么弄啊 所以说我现在 我就提出来 跟他两个分开过 哦 明白了 就说我身体本身也不好 其实到了这个岁数 我们彼此保重身体 就是对对方最大的好 没听明白啊 明白我是听明白的 怕残不 谁不怕残 可以吗 谁都怕残 可是我从二十几岁到现在 六十几岁也没残嘛 对不对 那就是因为年轻嘛 我相信我要加强锻炼 应该还是可以的 你每年齐炼 要强调那么多 二十几岁就喝你 我跟他弹锻炼之前 我就问他 我说你抽炼不抽炼 喝酒不喝酒 他说我不抽炼 我不喝酒 那我们两个才开始 正式弹锻炼 那时候不是 没干这个工作岗位吗 那时候抽没抽到底 他说他年轻就不抽 那到底抽没抽 他后来就抽了 就喝了 我说他就是把我骗到手 他就开始抽炼喝酒了 刚才您夫人说了 腰椎不好是吧 对 现在家里的活 您帮着干吗 我们夫人跟我 分工的 我这个人比较爱干净 之前家里的活 卫生全都自己搞 我现在腰椎不好了 我把这个拖地的事 就交给他了 他拖地就一只手 在那蹭啊蹭的 我就说他第一拖地不干净 他就说 我这个拖地够干净的了 我说你看看 脚印都在那里 怎么可能是干净的 为了这个事 我们两个也吵 所以说一斤没有统一的时候 你看他穿的 那么干干净净的 你看全是我给 裤子之外 全是我给他烫得好好的了 自己换上 换衣裳我也是 你那衣裳该换了 你那个裤子该换了 全是我给 我解释一下 我一天拖两面 上我一面 下我一面 他都说不干净 他不用工脱 不用地脱 他那个看地板的话 干净不干净 人家就是直眼就这样看 他就这样看 那个人还有个意思 你这种要求 那谁能达到 对不对 他本身我自己换衣裳 我就是那样的搞的 我就看看 这要求太高了 一般人我认为做不到 行行行 他就是看爱情保卫战 看得太多了 我觉得 我觉得 我觉得是 因为早年他就有这个 就提出 一样把了这个电视 我要看其他电视 他都不给我看 你是因为看不上电视吧 看不上电视没事 就让我看 我接着问 是不是离完婚就好了 我不知道他好不好 我自己应该清静的 我痛恨死了 他这个喝酒 所以说现在离婚是假 戒烟戒酒是真是吧 对 他要是能把烟酒戒了 可以考虑 这么多年了 他就是说 老是找这个借口 找那个借口 你要叫他戒烟戒酒 他说那我不如把饭也戒了 你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把烟酒都戒了 他要一旦是得了什么大病 你还愿意伺候 是吧 可以 说白了还是从身体的角度考 对 听懂了吧 我不完全懂 为什么 我感觉他在这两年了 他闲着没事干 想法太多 想东想西的 又说你说抬头文文 比八十岁老头还多了 又说走路了 又弯腰了 又什么不好看了 反正到处在挑毛病 我觉得他有想法了 他有看法了 也就是厌倦我了 我这么感觉 他厌倦你了 我感觉 那你厌倦他了吗 我没有啊 所以说我就不容易 没有你出去老喝酒 也不是出去 那天天出去还得了啊 现在一周几回啊 管他经常 只要有朋友一喊 不能说按照天数来说 不 咱客观地说嘛 比如说一个月出去几回啊 给他平均一个月四次吧 一个星期一次吧 这最起码的了 都给他少说了 一个星期一次 每次都喝多 多 那难怪妻子担心 在外面都是多少年的老同事 老朋友 老同学 对吧 无酒不成席 哪个不喝点酒 不能喝了 少喝点可以 少喝养人 我知道 喝多就受罪 但是你下次叫我断 那都难受了 我其实也看出来了 离婚真的是假的 其实等于你现在是没招了 我没招了 对吧 有点管不住对吧 其他还好 就是说这个抽烟喝酒方面 你怎么说他都不听 我明白这个道理啊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你想过没有啊 就是他确实一下 把烟和酒都给断了 但是因为突然计断 成瘾性的这种 不良的东西 一下就病倒了 这你能接受 我想不可能吧 这个不是危言耸听啊 是有可能的 这个有可能 比例肯定很小 但我没听说过 能戒吗 你要想突然戒 肯定不行 肯定要有段时间 他昨天晚上还合理你 能戒吗 昨天晚上跟谁喝呀 自己喝啊 昨天晚上我印象吧 今天要早起嘛 喝点酒好睡觉 别想耽误今天的事啊 行吧 您的道理倒挺多 儿子抽烟喝酒吗 儿子抽烟不喝酒 因为就是看到他爸 经常喝的回家耍酒疯 他不喝酒 经常喝的回家耍酒疯 对 你刚才不承认吧 就那一回嘛 那一回是动手 那一回是打人 那一回耍酒疯是经常 什么酒喝啊 喝多了我也不在外面闹事 我也不影响别人 对吧 我就是话多一点 对吧 他喝多了回家里头 像我们年轻的时候 还是单宿上班 第二天还要上班 他喝的深个半夜回家 他非要跟你两个说啊 少啊 把那个话也跟你两个 酒也多了 他就要多说话啊 你要不跟他两个说 我们俩那回不就因为这个 我不跟他两个说 我现在烦 我说我明天还要上班 他就中手是吧 你也不跟他说还不行 现在他喝完酒回家还少啊 少啊 还少啊 还多啊 就是话多啊 那跟你说什么呢 哎呀就一句话 假设说今天见到哪个朋友了 家里怎么样 就这一句话 放过来调过去 能跟你说几百遍 你听得要烦啊 烦 他要这样还真是更不能分了 万一这个晚上出点什么事 旁边没个人 那我看不着 我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那是他的事了 因为我这么说你 这么缺你 叫你这个戒掉 他都不听 行吧 你说他跟我两个将 他要戒翻 听老师他们怎么说吧 来我们一起进入 邱比特问卷 大哥好 每年因为喝酒死亡的 没什么事 我看见他 你对他们来说 你身体能过去 你我们就把你甩了 这样做 你要让他 开心 并不小心 对 没人 再说 给我 我 你 我 给我 过来 说 再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将来那种心脑血管疾病您知道吧 我身边就有人喝着喝着就倒下了 再也起不来了 躺个十年八年的太正常了 这十年八年凭什么让我伺候你啊 你如果是你正常得的病行 咱俩夫妻三十七年了 伺候伺候你 我应该的 你喝出来的我也得伺候你啊 所以咱是不是得防患于未然啊 我不是说让您一点不喝 限量 每天半杯 一死一死得了 不然的话您老了 我跟你讲啊 就看大姐这状态 没人伺候你 再跟大姐说一下啊 刚刚赵春老师提醒的非常非常对 就是当很多的这个瘾形成以后 骤然戒断也可能是有危险的 我身边就有人 我讲的都是真的 就是骤然戒酒和戒烟 然后也得了重大疾病 所以骤然戒断也是对身体不好的 如果你关心老头的话 就是允许他少量饮酒 在你眼皮底下喝 喝完以后他不是闹吗 我跟你讲 男人耍酒疯特别丑 但是他不知道自己丑对吧 你给他录下来 第二天你给他看 你就问他 你说好看吗 他如果说知道自己不好看 他下次就会注意 再不听 发给儿子看 你看他能不能赶 好不好 好 反正我这次来就是说 他要说在这个台上 还说戒不掉 我就坚决跟他分局 对 你做的最聪明的事情 他没有办法了 他才到这来 做的最聪明的事情 就是来我们爱情保卫站 要不然根本治不了他 祝你们幸福哦 谢谢 好 谢谢作严老师 确实 少年夫妻老来伴 婚姻最后 旧渴湾有一个老来伴 人家伴都来不及 你们却在闹着要分居 他还真不是在吓你 因为你的所作所为 已经突破了 他所认知的老来伴 老年家庭 那种温暖 幸福和那种安定了 你说到教育 你的教育确实是成问题了 你说的没错 爱孩子 疼生子 这都对 但这是有方式方法的 一旦你的方式方法错了 那这一种爱 它就走偏了 就像你对生子的这一种宠怪 你造成了 你的儿子媳妇 以后教育孩子 就会成为障碍 就会成为阻力 而且你会给孩子 带来很多的坏习惯 坏毛病 这种坏习惯 坏毛病 如果一旦养成 会影响他一生的 说到喝酒 六十多岁了 高血滋 高血长 你还 喝酒喝得六亲不嫩 那真的是要能力 妻子其实这是对你的爱 丈夫爱喝酒 妻子很发愁 这就是一种爱 但是当这种爱 它发生不了效应的时候 它会失望 然后它会绝望 绝望的最后分居 离婚 它就成为了一种病 如果你真不敢 它真会跟你分居 它真会跟你离婚 因为它对你这样的习惯 已经能无可忍 但是左岩老师说的对 烟酒一时的 要全部的 我们说不喝不抽 做不到 但是就要看 孰亲孰众了 如果你考虑到 它要和你分居 你会自己 对这个酒 从适量的控制 到最后的戒掉 这是有可能的 当然 刚才左岩老师 也不是下语 我认为很简单 这就在医生的指导下 戒烟戒酒 听医生的 可不可以 如果能做到的这一点 我认为就完美了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生活相依 生命相依的年龄了 我们彼此珍惜 好不好 谢谢 好 谢谢伯父兄 二位好 王先生 您不是刚才说 戒不掉酒吗 说戒酒太难了 戒不掉 我以我自己家里 亲身的实力告诉你 戒酒非常简单 还会染多少 儿子 人家里 八格 你还没做到 你不是 有什么 打赏 就对 你 去 跟 戒酒 我 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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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